2015年货大展有什么新鲜货 我们带大家去看 多姿可口的东坡肉 精美伴手里 比手还要大的名下 各种年货必备商品即将开展 业者摩拳擦掌准备抢工 因货商机 我们去年呢 就是其实预期还不错 Google的繁衍蛮好的 所以我们今年呢 增加了几个新的产品 就是希望能够增加到两到三成 去年的话我们是有多 差不多20%左右 对多两成 那今年我们是希望能够 再努力一点达到三四十成 三四十% 世贸年货大展去年550个摊位 吸引将近38万人次参观 今年增加到900个摊位 规模大了一倍 为了确保年货食品安全 也做了食品把关 要让消费者安心购买 食品安全都 这个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的餐展呢 我们也是配合政府的措施 而且每一家餐厂厂商呢 都有切解他的食品的安全 所以我想可以帮民众把关买一个好的 好的产品来过年 过去大多数人采买年货 比光的迪化街 今年来人潮锐减 除了大卖场早在元旦廉价期间 就已开卖年货 加上各式年货大街纷纷兴起 都是分散人潮的原因 世贸年货大展规模盛大 就是要吸引买气 新唐人亚太电视高建伦 詹勇如台湾台北报道